第178章五魂融合 红尘眷恋 刺耳的暴鸣声瞬间响彻全场 那看上去只是一团金色的光球 在碰撞上梦红尘剑影的瞬间骤然炸开 化为无数充满光明气息的金色光刃瞬间爆发 蝶神斩 王冬的第三魂技 这个魂技王冬使用的次数很少 很少 但是 这个魂技的威力却绝不是普通千年魂技那么简单 王冬第二魂环就已经是千年级别 而他这第三魂环的实际年限是超过三千年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上他的第三魂技 几乎就能够相当于梦红尘的第四魂技了 在浩冬之力的增幅下 这一击虽然不能和魂王级别的强者相比 可蝶神斩的瞬间爆发力也是极其强悍 想要平级这个魂技战胜梦红尘显然不可能 但如果只是争取时间却是足够了 的光刃瞬间爆发 上百道金色光刃就像是一朵玫瑰花 由花苞变得盛放 在瞬间炸开化为无数花瓣 密集的光刃在爆炸的一瞬间 光明气息的光刃带着阳光的味道全面绞杀 面对这样的攻击 梦红尘也是有些手忙脚乱 毕竟 他失去了自己最强的防御铠甲 一旦被光刃命中身体也是要受伤的 换了是全胜状态 全部装备的情况下 他甚至感应冲这样的攻击而毫无压力 但现在显然不行 这是最终的决赛 这一场的胜负关系到最终冠军归属 他又怎敢有半分大义 而且在他内心之中 潜意识地就认为王东很强 或许这就是内心感情作祟的因素吧 亦或是少女情怀吧 因此 梦红尘与蝶神斩碰撞的瞬间 就将自己的一双细剑舞动得密布透风 将所有攻击全部阻挡在外 细剑每一次碰撞 依旧会散发出大量的诸情冰蝉剧毒 迎面扑去 只要毒素能够起到作用 这场比赛也就结束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惧感 突然在梦红尘心中出现了 他的心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威压来自于心中 或者说来自于他力量的本源 武魂 一个巨大的虚影 悄无声息地在王东身后浮现而出 晶莹剔透的身体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碧绿色的尾巴更是释放着森幽光芒 最为恐怖的是 那发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 令梦红尘大害之下 手上的动作明显慢了许多 兵闭地皇蝎 霍宇号的第二武魂 四十万年魂兽的气息 就在这一刻被模拟魂迹 完美地呈现出来 尽管朱情冰蝎并不是生活在极北之地 本身也不是纯粹的冰属性武魂 但是 在他的整体力量之中 冰却依旧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 正像冰闭地皇蝎自己所说的那样 他就是冰的主宰 一切冰属性魂兽在他面前都要奉他为王 朱情冰蝎的气息又怎能与他相比 更何况这还是四十万年冰闭地皇蝎本体的气息 霍宇号先前的比赛 梦红尘和笑红尘也都看过 但那时候有比赛台的防护罩阻隔 他们只是看到霍宇号 释放出震惊全场的十万年魂环和逼人气息 却并没有真真正正地感受过那份气息 事实已经证明那不过是幻象而已 后来霍宇号在比赛中 也没有再施展过类似的能力 虽然不至于忽视他这个幻境魂迹 但至少在绝大部分人眼中 他这份能力已经被识破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而此时当梦红尘真正面对住属于冰闭地皇蝎的气息时 他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多么可笑 冰闭地皇蝎的恐怖气息是那么的真实 即使这是幻境 那也是无限接近于真实的幻境啊 在这恐怖的气息面前 他的武魂完全被压制地抬不起头来 一身修为竟然连一半都释放不出来 尤其是那份发自心底的恐惧 甚至令他的战斗意志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难怪 难怪当初在面对他所释放出的十万年魂环时 那么多人折戟沉煞 原来这份威慑竟然是如此强力的 受到影响的还不只是孟红尘自己 就连他后面的孝红尘也同样受到了影响 无论是朱情冰蝎还是三族金蝎 都是蝎除类的武魂 五毒之中 蝎除 蝎子并列 两者相见 彼此并没有太多的克制 胜负就要看本身的层次了 毫无疑问 三族金蝎的层次还要高于朱情冰蝎 两者也都是顶级武魂 可是 在真正的绝世武魂兵闭地皇仙面前 他们却只能像是臣子面对君王 自身在墙 在真正的皇者面前也依旧是卑微的 他们完全无法想象 只是一个幻境竟然会对他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而事实上 霍宇昊此时释放的还只是幻境吗 正所谓真一假时假一真 在众多虚幻之中加入一些真实是很难被发现的 此时此刻 那虚影固然是模拟魂迹的变幻 可气息却正是属于兵闭地皇歇魂环的 真正的四十万年魂环 这种气息又岂是幻境所能做到的 那是纯正的极致兵武魂气息 也是当今天下十大凶兽之一的气息 别说他对面的两位了 就连一旁紧张观战 身为裁判的天煞斗罗黄金序 在感受到兵闭地皇歇气息时 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这一切都是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发生的 身心俱正的同时 孟红尘虽然化解了蝶神斩 但追击的动力就大大地削弱了 而后面的孝红尘刚从蝶神之光中应对过来 对妹妹的支援也就慢了那么一瞬间 也就在这一刻 一层冰白色的气息混合住至高无上的帝皇之威严 瞬间以霍宇号和王东为中心绽放而出 因为孟红尘已经距离两人很近了 面对着全方位的光芒绽放 他根本没有闪避的可能 在攻击明显受到武魂压制的影响下 甚至没能借此机会给王东一下 齐寒的气息瞬间传遍全身 孟红尘几乎是瞬间就在空中僵硬了 拥有朱秦冰缠武魂的他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感觉过寒冷了 可此时此刻 那庞芙要钻入骨髓中的极致寒冷 却令他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 身体表面几乎是瞬间就浮现出了一层淡蓝色冰霜 霍宇号的战斗力几乎在瞬间提升到了极致 极寒之气虽然只是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蔓延 但在那一瞬 从他背后升起的冰壁帝皇些虚影 却散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尤其是那碧绿色的尾巴 彭扶活过来一般光运流转 没有人看到的是 在霍宇号的模拟魂迹掩护之下 他整个胸骨 肋骨 脊椎 全都散发着强烈的碧绿色光芒 是的 这就是冰壁帝皇些躯干骨赋予他的强大魂迹 涌动之欲 这是极致之兵真正的实力展现 是极致之兵真正的强横所在 哪怕是同为兵武魂的朱秦冰缠也无法承受 尽管霍宇号还不能真正发挥 这领域类魂迹的威能 但范围所及 却依旧将兵帝的部分力量倾斜而出 孟红尘的起跳本来就已经到了最高点 身体瞬间在涌动之欲面前被冰冻 顿时向下坠落而去 王东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 双翼一合 追着孟红尘的身体就向下斩去 事以闸刀发动 但是 无论是王东还是霍宇号都没看到的是 一条暗红色的锁链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连接在了孟红尘背后腰间 就在王东的攻击配合 涌动之欲即将得手的时候 孟红尘的身体被瞬间拉转而去 脱离了王东的攻击范围 紧接着就是大量的能量风暴正面而来 阻挡住他的追击 暗红色的锁链是出现在笑红尘手中的 此时的他脸上已是一片凝重 没错 在刚刚登上比赛台的时候 无论是他还是孟红尘 都认为这场比赛并没有什么悬念 但现在他已经感觉到自己错了 面前的这两个少年 已经完全不能用他们的魂力等级看待 就像王东和霍宇号配合极其默契一样 笑红尘和孟红尘可是兄妹啊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配合 战斗 修炼 彼此之间的默契 也绝不会逊色于霍宇号二人 一团暗红色的光芒就在这时候 欲梦红尘胸口处亮起 紧接住 红光向外一闪 一旁冰雾先从他身上激发出来 然后再迅速回收 瞬间注入体内 他居然就那么从 涌动之欲的极致之冰冰冻之中恢复了过来 尽管身体依旧在颤抖 连细腱都有些握不住了似的 但至少他已经恢复了行动能力 勇动之欲霍宇号已经使用过很多次 也曾经用他面对过魂王级别的对手 但被对手如此迅速地破掉 却还是第一回 除了秀为上的差距之外 朱秦冰蝉那冰与火融合的奥义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霍宇号心念电转 难怪面对自己极致之冰的压迫力 朱秦冰蝉并没有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哎 如果自己也是魂王 他又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冲破勇动之欲 双方在这一刻 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在孝红尘的全力攻击之下 霍宇号和王东也没能完成追击 冰蝉帝黄蝉的威压 也如同昙花一线般消失了 双翼展开 王东的身体又开始在空中 展现出他闪躲的强大能力了 在精神探测共享的指引下 至少超过90%的魂倒气攻击 会落在空处 而王东的身影也距离孟红尘 和孝红尘兄妹越来越近了 孟红尘此时已经缓过口气来 他刚刚使用的魂迹 乃是第四魂迹 冰之反补 以火为本源 激发冰蝉之毒 化为纯粹的能量反补自身 令自己的攻击力提升到最强程度 可一旦使用冰之反补 也就意味住 他在短时间内 不能再使用冰蝉之毒了 表面上看 似乎霍宇浩和王东的消耗比较大 实际上 在刚才一连串的碰撞之下 孟红尘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冰蝉之毒不能再用 冰之反补没有将攻击力提升到最强 只是帮他恢复了行动的能力 他自身的消耗又怎么会小 而且 经过极致之冰的速冻 他之前收到弹药痕攻击的伤势 也有些隐隐作痛啊 霍宇浩暗叹一声 如果刚才这一击借助对手对他们的轻视成功了 那么 这场比赛的胜利就要容易得多 而现在看来 不平是不行了 而孝红尘和孟红尘兄妹 此时也同样在霍宇浩和王东身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完全看不透的对手是最可怕的 而面前这两名年纪还要小于他们的少年 更是让他们必胜的信念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妹妹 来吧 让我们终结他们 不能再犹豫了 孝红尘沉声喝道 孟红尘迟疑地说 可是 你的身体 孝红尘傲然道 这点小伤算什么 让他们看看 我们兄妹的最强攻击 快 这场比赛 我们不能输 不能给他们一次机会 赢了他们 我们就是学院的荣耀 帝国的英雄一边说着 孝红尘身上的所有魂倒器突然全部溃散 坠落 魂倒器本身化为金属粉末 就连那些核心法阵坠落在地 他都没有去管 而是向自己的妹妹张开了双臂 孟红尘手中细剑随之消失 转过身 扑入笑红尘怀中 顿时 一股金色与冰蓝色混合的光柱冲天而起 瞬间将他们的身体淹没其中 不好 霍宇昊和王东对这样的动作实在是太熟悉了 那分明就是五魂融合剂施展的前兆啊 他们对笑红尘兄妹的估计已经很高 却万万没有想到身为魂导师的他们 居然还能施展五魂融合剂 而且就在这最要命的时候施展了出来 两大魂王施展的五魂融合剂 那将是怎样的威力啊 他们这分明是要将霍宇昊二人的一切机会抹杀 跟他们拼了王东大喝一声 因为过于激动 在他的声音中似乎还有着几分娇嫩的感觉 霍宇昊深吸口气 这个时候已经不能犹豫 否则 他们就连最后一次机会都将失去 冰皇护体瞬间解除 霍宇昊搂紧王东身体的同时 冰壁帝皇蝎五魂的气息完全隐没于体内 剩余的只有灵谋 双翼悄然消失 绚烂的蓝金色光彩瞬间在空中失去 王东在霍宇昊从背后的拥抱中 向比赛台上落去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手中已经多了一柄漆黑的锤子 第二五魂 浩天锤 眼看着 他们的身体就要坠落在地了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霍宇昊和王东的身体 却释放出了夺目的光彩 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虚无之光 周围所有的一切 似乎都已经完全消失了 剩余的 就只有一道虚幻的身影 这道身影看上去有些奇异 通体透明 看不清面貌 双手做捧心状 那道身影看上去更像一名成年男子 如果有人看过霍宇昊和王东 当初施展天地之锤的景象 那么就会发现 这道虚无的身影 正是当初霍宇昊和王东 在一起施展第二五魂融合剂 天地之锤的样子 但是 天地之锤是由冰壁帝皇蝎 和浩天锤五魂 进行融合所释放 而此时霍宇昊和王东进行的五魂融合 既不是黄金之路的光明女神蝶 加灵谋 也不是天地之锤的组合 而是灵谋与浩天锤的奇异融合 一切都变化得很快 双方竟然同时施展五魂融合剂 这在本届全大陆高级魂石学院 斗魂大赛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观众们都有种心脏 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的感觉 这样的场面恐怕是百年难得一见 在这个世界上 能有多少施展五魂融合剂的魂石 这一下就出现了两对 实在是太强悍了 史莱克学院这边 就连玄老都已经攥紧了双拳 如果不是要分心镇压 黑凤凰的黑火焰 恐怕他的表现会更加激动 王妍甚至有些不敢看了 双手捂着脸 只露出眼睛在外面 他是唯一一个知道霍宇昊和王东 拥有多种五魂融合剂的人 但哪怕是他 也从未见过这些五魂融合剂真正的威力 没有人清楚霍宇昊和王东联手 究竟能够制造怎样的奇迹 如果今天 孝红尘和孟红尘都是完好状态 这一战他甚至不会让霍宇昊和王东上台 而现在 孝红尘重伤 孟红尘也有一定的伤势 这才让霍宇昊和王东战胜他们成为了可能 可是 王妍也万万没想到 孝红尘兄妹居然也能施展五魂融合剂出来 这在魂导师的世界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甚至可以说 孝红尘和孟红尘的五魂融合剂 乃是日月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 皇城成头 身为帝皇的许家伟 此时脸上也是一片恶然 这场最终决赛的比拼 最后竟然变成了五魂融合剂的对决 这谁能想得到 而此时心情最郁闷 最痛苦的 就要属身为裁判的天煞斗罗了 在这个时候 他当然不能阻止双方队员施展魂剂 可是 五魂融合剂的威力会达到怎样的程度 他也不清楚啊 万一救援不及时 让双方再有队员战死 他这个裁判 肩头的压力就太重 太重了 台上这四个人可和之前死去的队员不同 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 笑红尘和梦红尘一边升腾而起的光柱 已经出现了变化 光柱在空中凝结 变成了一支巨大的蝉橱状 最为诡异的是 当所有光芒在这蝉橱身上凝聚之时 颜色发生了变化 三足金蝉的金色和朱芹冰蝉的冰蓝色 在这一刻已是完全消失 剩余的 只有一种散发着金属光泽的红色 那赤金色的光泽将这支高达五米的巨大蝉橱 渲染得无比绚丽 他的一双眼睛更是如同深渊般的黑色 张开大嘴 在他的口中 阴影有一个赤金色的漩涡在剧烈地旋转住 随时都有可能要喷吐而出事的 笑红尘的声音响彻全场 哪怕在这个时候 他依旧没忘记自己要扮演力挽狂澜的英雄 接招吧 小子们 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强大的五魂融合剂 红尘眷恋 是的 红尘眷恋就是他们这个五魂融合剂的名字 取了他和妹妹共有的姓氏 仔细看就能发现 那赤金色的蝉橱是三足 但在即将喷吐出那赤金色漩涡时 眼睛却变成了和朱秦冰蝉一模一样的光泽 也就在这个时候 霍宇浩和王东形成的虚幻身影也发生了变化 他的眼睛亮了 在整个身体都处于虚无透明状态的情况下 眼眸的闪亮就变得分外明显 那是一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眼眸 灿烂的金色彭扶将天空中所有星光全部吸收凝聚 奇异的金色光泽再出现了一刹那 整个比赛台上的光芒居然骤然暗淡了 天空中飘落的雨丝在瞬间静止 每一根雨丝都保持着他们坠落时的样子 却偏偏无法再下降半分 就在那虚无的身影额头之上 一只奇异的树眼缓缓张开 充满生命气息的光泽 在瞬间照亮全场 隐约中 一柄灿金色的锤子在虚空中出现 就在那虚无的身影上方瞬间破碎 化为无数缩小的锤子 再化为金光 下一瞬 一圈金色光运就那么从那奇异的虚无身影额头上 扩散了开来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变得缓慢 但在那金光锁过之处 比赛台上的空气竟然出现了 如同蜘蛛网般的军裂痕迹 似乎那整个空间都要塌陷了 比赛台上 哪怕是天煞斗罗在这一刻都已是目瞪口呆 因为他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动作不受控制地慢了下来 不仅如此 他只觉得自己胸口处一阵憋闷 下一瞬 彭腹有锯锤悍然砸在他的精神之海 大脑瞬间陷入了一片空白 精神之海最深处骤然爆发出剧烈的震荡 彭腹要将这一生的所有记忆全都炸碎 这是一位封号斗罗的反应 甚至没有半分抵抗的反应 因为在那一瞬间 天煞斗罗黄金旭 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抵挡那奇异的金色光芒 当然 也是因为身为裁判 他不能出手而前饶比赛 金色光运扩散的同时 也正是红尘眷恋爆发的一刻 漩涡状的赤金色光芒 化为一道洪流倾泻而下 直奔那虚无的身影席卷而去 那赤金色的光芒 充满了金属的铿锵和寒冰的冷硬 更为恐怖的是 它在出现的时候 居然因为炽热而令空气剧烈地扭曲起来 多种矛盾因素聚集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种近乎扭曲和歇斯底里的疯狂 整个比赛台 在这红尘眷恋的赤金色闪耀之中 彭腹已经变成了一片岩浆的海洋 但是 无论这红尘眷恋的力量有多么强横 却也没能阻挡那金色光环扩散 当那看上去十分轻柔的金光 居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地 穿过那赤金色的汹涌波涛 瞬间扩散到巨大赤金蝉除本体之上时 那赤金色的蝉除居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紧接住 赤金色光芒就那么骤然溃散 笑红尘和梦红尘的身影 顿时重新出现 并且迅速从半空中坠落 五魂融合技 红尘眷恋在连三分之一的力量 都没有释放出来的情况下 居然就那么被终止了 兄妹二人的眼神中一片茫然 庞扶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 甚至连控制坠落都已经做不到了 身在半空 如同小蛇般的鲜血 已经从笑红尘的蹊跷中奔涌而出 恐怖的五魂融合技 红尘眷恋只是维持了一瞬间 虽然依旧充斥比赛台 却在没有后续 可就是这样的红尘眷恋 也不是能够轻易抵挡的 容金化铁般的恐怖威能 才一落下 整个比赛台就已经如同火山口 喷发石一般沸腾了 金属的疯狂加上 朱禽冰缠的剧毒 和纳冰与火的融合 让这宽阔的比赛台 庞扶变成了人间炼狱一般 虚无的身影 眼看着就要被吞噬了 而此时 受到金色光环影响 天煞斗罗黄金絮 居然没能及时行转过来 这就意味住 身为裁判的他 根本不可能及时救援 玄老的一只脚已经迈了出去 却被王妍及时拉住了他的衣袖 等等玄老大怒 等什么 等死骂 不过 他也只是说出了这六个字 声音就以大然而止 因为他吃惊地看到 面对如同滔天巨浪一般的红尘眷恋 那虚无的身影并没有束手待毙 而是闪电般向后飘退 霍宇浩和王冬的身体再一次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 万众瞩目之下 他们的身体已经再次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金蓝色的双翼悄然展开 光明女神蝶重现 而霍宇浩上身的衣服却是骤然炸裂 露出了背后巨大的冰壁帝黄蝎刺身 骨胀闻起的肌肉似乎有什么力量要破体而出 冰壁帝黄蝎碧绿的尾巴一直延伸到他腰带之下 臀部的位置自然是看不到的 此时那冰壁帝黄蝎纹身彷扶活过来一般 尤其是一双金黄色的眼眸 在冷库中散发着疯狂的气息 大有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意念 就在这种情况下 霍宇浩和王冬重新拥抱在了一起 一瞬间的彼此凝视 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已消失 在他们眼眸之中只有彼此眼神中的坚决 霍宇浩有两种武魂 灵魔和冰壁帝黄蝎 王冬也是双生武魂 光明女神蝶和浩天锤 当灵魔与光明女神蝶组合时 他们能够施展出的 是他们的第一武魂融合剂 璀璨中的凋零 黄金之路 当灵魔与浩天锤组合时 他们释放的 就是刚刚那金色的光环 蔓延上百平米的金色光环 这是他们的第三武魂融合剂 名字叫做 虚无中的真言 心灵风暴 一个纯粹的精神属性 全方位攻击武魂融合剂 心灵风暴的能力 相当于将浩天锤 在气武魂中的顶级攻击 融合进了霍宇浩的灵魂冲击之中 并且是成范围形的发动攻击 威力也是不知道要强大多少 而这个武魂融合剂消耗的魂力 相比于其他几个就要小得多 但是 对精神力的消耗 却是极其恐怖的 如果不是霍宇浩的精神之海 因为生灵之精的作用 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只是这一个武魂融合剂 施展出来 就足以令他立刻因为精神消耗过大 而陷入昏迷了 生灵之精 为霍宇浩开辟了第三只眼 伊莱克斯在那里沉睡 霍宇浩并不知道 伊莱克斯以生灵之精 开辟出的这个地方 可以用他的第二精神之海来形容 除了当初的试验 这是他们第二次施展心灵风暴 威力却因为这第二十海的存在而暴增 其中附加上了生灵守望之刃 那份生命力剥夺的威能 这才能够在瞬间中断了 孝红尘兄妹的红尘眷恋 这是陵谋与王东的武魂融合 所施展出的两个武魂融合剂 而换了兵闭帝皇蝎呢 兵闭帝皇蝎与浩天锤的组合 这是霍宇浩和王东的最强攻击力量 当初 哪怕是绝对防御护照 最终都是在那一击之下崩溃 那就是急动中的赤裂 天地之锤 而此时此刻 霍宇浩和王东正在施展的 就是他们两人双生武魂的 最后一种组合方式 兵闭帝皇蝎与光明女神蝶 两大昆虫类武魂相互之间的融合 单纯从攻击力上来看 这个魂技的力量不如天地之锤 但是 这却是唯一一个由王东来主导的 武魂融合技 在灵活性上 就原非孤注一掷的天地之锤 所能比拟了 万前光芒爆炸般 以霍宇浩和王东的身体为中心 向外喷射而出 强烈的光芒甚至令人不敢直视 就连那滔天巨浪般的红尘眷恋 在那浓烈的光芒照耀下 也停止了瞬间 紧接住 那金蓝色的双翼 就以惊人的速度向外扩张 转瞬之间 体积就已经增大了一倍 原本光明女神蝶的蝶翼 只有前翼和后翼 而此时 却又多了一对翡翠色的中翼 晶莹剔透 鲜艳欲低 浓浓的生命气息绽放 生命的真谛是光明与水 这浓郁的生命气息 与光明气息相辅相成 绚丽的叠翼展开 蓝 金 绿三色光芒 更像是被渲染上了 无数光彩一般 在叠翼之上 庞腐有无数水珠 在轻轻地滚动 折射着周围一切 可以折射的光芒 万千光彩闪耀 一层层冰霜气息 却从脚下释放开来 令那渐渐变得修长的身影 看上去是那么的高贵 冰霜悄然扩散 周围的一切 开始变成了冰雪世界 冰冷的寒意 在扩散的过程中 霍宇浩和王东融合的本体 也呈现出了 令人震撼的变化 一个修长的身影 在三色光芸中悄然出现 那是一名女子 一名看上去 已经成年的少女 少女的身高 足足超过一米八 修长的身形 看上去是那么的 动人心魄 她有着一头粉蓝色的长发 一直垂到脚下 她的眼眸却是灿烂的金色 修长的娇躯 哪怕用完美 也不足以形容 角色的娇颜 令全场所有女性 都要为之黯然失色 每一丝光芒 每一道曲线 在她身上 都是那么的契合 没有人能够形容 看到她的第一感觉 但在场 无论男女 所有人的视线 却已经被她吞噬 下一刻 她动了 左脚向前 微微跨出一步 修长的娇躯 就已经到了半空之中 背后的三彩蝶翼 竟然就那么 带动住她的郊区 开始翩翩起舞起来 浓郁的冰雾 从她脚下蔓延开来 化为丝丝缕缕 围绕着她而生腾 盘旋 天空中的乌云 在这一刻 竟然突然裂开了 一道缝隙 一缕阳光从天而降 透过比赛台的防护罩 降临在她身上 金色的光韵 衬托着她那清晨绝色 就那么在这比赛台上 宛如女神 在光明中重生一般 红尘眷恋的滔天巨浪到了 但就在冲击在她身上的一瞬间 骤然分成两股 然后就在她的身形盘旋中 围绕着她的身体盘绕起来 她在空中翩翩起舞 每一步跨出 都是那么的轻柔与恰到好处 她那动人的容颜 充满了生命与希望的光彩 背后的六片叠翼 就是她最好的装饰 沐浴在光明的温暖之中 舞起那光之霓裳 倾城绝色的人 庞扶根本没有感受到危险到来 就在那淡淡的冰雾之中独舞 三色叠翼不断地伸展 收合 将那份高贵衬托得更加绚烂 额头上 一个若隐若现的金色符纹 悄然出现 只不过因为她舞动的身影 越来越快 没有人能看到 那金色的符纹光芒闪动 散发着柔和的光泽 浓浓的精神波动 令她整个人都已经进入到了 一种神奇的状态之中 红尘眷恋 就在盘旋中悄然溃散了 庞扶她的出现 只是为了衬托住 倾国倾城的角色身影似的 哪怕是白虎公爵 那么坚毅的心智 此时的眼神 也变得有些凝质 她甚至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在内心深处 甚至在问住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这么美丽的女子吗 三彩蝶一收敛 那绚丽夺目的身影 却朝着孝红尘 和孟红尘兄妹二人的方向飞去 第180章光之霓裳 此时才有人注意到他们 这兄妹二人的惨状 不说孝红尘 哪怕是孟红尘 此时口鼻触也尽是血字 此时他们的神智 似乎已经清醒过来 但眼眸中除了骇然之外 却是什么也做不了 孝红尘突然闷哼一声 身体直接软倒在地 但哪怕是在昏迷前的一瞬 她的眼神中居然满是痴迷 而孟红尘眼中 却只有震撼 她完全不敢相信 眼前这令她自残行贿的 清澄角色 居然是一个五魂融合技术化 角色身影从天而降 飘然落在孟红尘 与孝红尘面前 金色的眼眸中 散发着淡淡冷意 此时 孟红尘看清了 那这角色少女额头上的符纹 那分明是一个三叉戟的形状 符纹很小 似乎只有寸许长 更是在那角色少女落地之后 悄然隐去 但哪怕只是一闪而逝 却依旧留下了一丝高贵的威严 再见少女红尘清起 双翼轻轻一扫 一层三彩光蕴 顿时落在孝红尘和孟红尘身上 却并没有伤害他们 只是拖着他们的身体 飞下了比赛台 孟红尘没有再试图挣扎 因为孝红尘的重伤 先前施展红尘眷恋时 消耗的几乎全都是她的魂力 而且 红尘眷恋在中途 硬生生地被霍宇浩和王东 联手施展的心灵风暴打断 对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反噬 此时此刻 他们也确实在没有任何战斗的能力了 三彩蝶一收敛 角色少女身形一闪 就来到了比赛台中央 她所过之处 地面上无不凝结出一层冰霜 比赛台下 王爷目瞪口呆地看住这一切 喃喃地说 我 我们赢了 玄老 我们赢了 我们是冠军 我们真的是冠军了 她的声音颤抖了 当她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已经完全是用嘶吼歇斯底里的呐喊 玄老的情绪一点都不比王爷淡定 苍老的面庞上 每一次皱褶似乎都重新充满了活力 他们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刚才他们所施展的 难道都是五魂融合剂 王爷激动地说 是啊 是啊 最后这个五魂融合剂 他们只是和我说过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霍宇浩告诉我 当她的冰壁蝎 与王冬的光明女神蝶融合时 所能产生出的魂迹 就叫做 冰霜中的毒武 光之霓裳 没想到 一个五魂融合剂 竟然能够这么美 这么美啊 这也是唯一一个 由王冬主导的五魂融合剂 我们赢了角色少女落下的地方 正是天煞斗罗黄金序面前 而这位裁判大人 此时竟然目光依旧是呆滞的 看住面前 似乎已有双十年华的少女 她的嗓音明显有些沙哑 是的 你们 你们赢了说完这句话 黄金序脚下竟然一阵虚浮 略微稳定了一下 才能站稳 心灵风暴 不只是纯粹的精神冲击 更是能够通过 对敌人精神之海的冲击 令对方的各种记忆 不断冲击其心灵 产生的不单单是破坏 更重要的是影响对手的神志 黄金序虽然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但他从小到大承受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 太多了 亲人 朋友 眼睁睁地看住一个个死去 那份痛苦都深深地埋藏在他心底 受到心灵风暴的冲击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黄金序受到的影响 甚至要比笑红尘 梦红尘兄妹二人更大 三彩光芒收敛 那角色少女 已经重新化为一团浓烈的彩色光运 光运从上向下悄然溃散 两个紧紧相拥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比赛台上 他们的脸色都是那么的苍白 他们彼此相互搀扶 相互依威 霍宇浩背后的冰壁地黄蝎纹身缓缓消失了 而王冬却早已浮在他胸前陷入了 沉睡之中 只是 在这一瞬 王冬额头上 黄金三叉戟的符纹却依旧悄然闪烁了一下 但霍宇浩却看不到了 他虽然支撑着王冬的身体 强忍住没有倒下去 但在这一刻 过度的身体透支 已经令他渐渐丧失了六感 他只觉得周围一片黑暗 但是 他不悔 他此时的心情只有兴奋与幸福 最后的意识 支撑着他楼锦王冬 在这全大陆高级魂石学院 斗魂大赛的决赛场地上 挺直了几辆 此时此刻 他只觉得自己的精神之海 就在这份幸福中似乎有了再次的神话 接下来 他就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山崩海啸般的欢呼声 在这一瞬才完全爆发开来 所有的观众们 都因为兴奋而战红了面庞 所有的等待 辛苦 在他们看来都是那么的值得 这场决赛已经不能用精彩来形容 尤其是最后 霍宇浩和王冬施展出第四五魂融合技 冰霜中的独舞 光之霓裳 那倾国倾城的绝色少女 深深地烙印在观众的每一个人心头 太美了 实在是太美了 那根本不应该是属于人间的美丽 或许 那根本就是光明女神的降临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女神 但这一刻 他们的女神却似乎都变成了先前 那冰霜中独舞少女的样子 甚至在很多人心中 那角色的身影已经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 美丽与强大的结合 光明中的绚烂 这所有的一切都实在是太过震撼 天煞斗罗黄金旭用力地深吸口气 将自己脑海中不断闪烁的一幅幅景象 重新压制在精神之海深处 高声说 二二三战法比赛结束 获胜者 史莱克学院 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全部比赛到此结束 最终冠军 史莱克学院代表队欢呼声 在他的宣布中提升到了极致 整个新罗广场沸腾了 哪怕是在皇城城头之上 很多新罗帝国的王宫大臣们 都忍不住呐喊出声 新罗皇帝许家伟的脸色 看上去有些胀红 他的情绪也同样极为激动 那清国清城的身影 也同样烙印在了他的内心深处啊 相比于他 白虎公爵就要平静得多了 看中那相拥中的一对少年 他自言自语地说 钢铁班的意志 未来必成大器 整个新罗广场 已经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因为史莱克学院 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两边的队员损伤都太大 以至于不得不将颁奖典礼推迟 先给我的弟子们解读 玄老的目光冰冷而沉静 在他怀中 还抱着黑色凤凰火焰闪烁的马小桃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带队老师 此时还有些不清醒 他怎么也想不到万无一失的比赛 最后就这么输了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当他看到那角色身影的时候 孝红尘和孟红尘就被送下了比赛台 为什么王冬和霍宇浩 没有伤害孟红尘 就是为了让他替众人解读 我的话你们没听到吗 一边说着 玄老就已经腾出一只手 向孟红尘抓去 等一下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老师 赶忙拦在孟红尘身前 如果可以 他真的想要反抗 他真的不愿意让史莱克学院 那些精彩绝艳的队员活下去 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此时他的心情 就像是从高山坠落一般痛苦 但是 作为带队老师 他必须要撑住 也不能不撑住 他不敢 他真的不敢在这个时候 去反抗玄老 孝红尘昏迷 孟红尘重创 如果不能将他们带回去 他自己就不只是丢掉性命 那么简单了 甚至连家人都会被牵连 玄老 这只是比赛 我们会为你的学员解读 带队老师勉强压制着内心的悲愤 一字一顿地说道 玄老点了点头 冷冷地说 最好如此 还有 把马如龙刚才用的那饼剑 给我带队老师脸色一变 那不行 那是我们日月帝国 明德堂出品的八级混倒器 价值无法估量 我就问你 给 还是不给 玄老的声音依旧冷硬 也没有什么强悍的气势 从身上发出 但就是这么一句质问 却令那位带队老师 背后的衣巾已经湿透了 玄老没有去看他 目光直接落向了昏迷倒地的笑红尘身上 带队老师的声音 有些颤抖着说 玄老 您是一代超级斗罗 难道要以大欺小 为难我们这些后辈吗 玄老淡淡地说 老夫还不屑于这么做 但我怀中的孩子 你看到了 小桃就是受到你们哪个混倒器影响 五魂产生了变异 能不能活下去 还很难说 我不会以大欺小 我会直接找明德堂主那老家伙说事 这两个是他的孙子 孙女是吧 我把他们带回史莱克学院 你让明德堂主那老王八蛋 到史莱克来找我要一边说着 他就再次伸手 要去抓昏迷的孝红尘了 别 给 我给你还不行吗 带队老师险些咬碎了一口纲牙 他怎敢让玄老将孝红尘 孟红尘带走了 被他带回史莱克学院 回来的时候还能受完整的吗 和审判之剑相比 孝红尘兄妹对于日月帝国来说 显然是更加重要 很快 审判之剑就到了玄老手中 在玄老的监督下 孟红尘不得不通过奶瓶补充魂力 在精神极度疲惫的状态下 将受到朱情冰蝉剧毒毒素侵袭 而昏迷的众人一一就醒 幸好 因为之前贝贝的子母追魂夺命胆 也命中了日月战队这边的米家 孟红尘担心几方队友被毒死 所以才没有下狠手 否则 他那朱情冰蝉的剧毒可是要命的 玄老在最后还是给对方留了个面子 起码让行转后的贝贝帮米家也解了毒 并且解决了牛毛毒针的问题 双方这才算是了结了 这一战比拼的各种后果 当然 这一切都只是表面上的 至于后遗症会如何 就不是他们现在关心的了 新罗广场上热烈的气氛 足足持续了数个时辰 在数万士兵维持秩序的情况下 民众们才渐渐散去 为了不让新罗城拥挤的情况积蓄 新罗帝国皇帝陛下许家伟当众宣布 最终的颁奖将不对外公开 有了这条命令在 新罗城内的民众开始离开了 毕竟 绝大部分人都不是住在这里的 而拥挤的环境早已造成 新罗城的物价高得恐怖 没有好戏看了 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因为史莱克学院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在最终决赛上的经验表现 新皇大酒店的防护力增强了三倍以上 以免被热情高涨的民众们冲击 而对于这一切 霍宇浩就根本不知道了 当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 已经是一天后的正午 好难受咳嗽一声 霍宇浩渐渐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 眼中还有几分迷茫 他只觉得自己全身发软 彭扶所有力气都被抽走了似的 不仅如此 他全身肌肉还都处于极度酸痛的状态之中 睡了这么久 体内魂力却没有半分恢复的迹象 这种被掏空的感觉还真难受啊 霍宇浩倒是没有这急 神智渐渐恢复 他发现 虽然自己的身体透支严重 但醒过来后意识却格外的清醒 先前发生的一切都在清楚地恢复过来 他迅速记起了自己在决战时和王冬战胜了对手的情况 我们应该是赢了吧 我们是最终的冠军 史莱克学院的荣耀 我们保住了 亢奋的心情渐渐令他的眼眸亮了起来 此时霍宇浩才注意到 自己的精神之海似乎有了些变化 凝神那时 他顿时大喜过望 精神之海至少增大了四分之一 不仅如此 他的精神力也变得更加凝炼了 就连精神之海中的金色光芒都变得明亮了几分 也就在这时候 霍宇浩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道身影 粉蓝色的长发 金色的眼眸 绝美的胶炎 还有那层若隐若现的黄金三叉戟 他 真的是光明女神降临吗 第181章大赛完结 奖励 脑海中不断浮现着那翩翩起舞的角色身影 霍宇浩的眼神不禁有些呆滞 粉蓝色的长发 发色倒是和王冬一样嘛 他不禁想起当初两人一起施展天地之垂石的样子 那时候 两人五魂融合 幻化出了他成年后的身影 发动至强一击 那种力量感霍宇浩直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 那种感觉真的是十分美妙 可为什么以王冬为主导的光之霓裳 最终却变成了一位绝色少女 真是奇怪 光明女神降临吗 似乎也不太可能吧 因为那五魂融合计是以王冬为主导的 所以霍宇浩的感受并不是太深刻 攻击之后 王冬更是直接陷入了昏迷 对了 王冬现在怎么样了 当时两人都透支得很厉害 霍宇浩在回想过先前发生的一切后 立刻想起了王冬 心头顿时一阵紧张 他的身体虽然透支严重 但也只是疲倦而已 有生灵至今的滋润 他自身的生命力远超常人 休息了一天 他的一切体征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 这会儿霍宇浩也实在是行动困难 就算他想去看王冬也做不到 只得定下心神 催动玄天公恢复魂力 不得不说 玄天公这门功法 对于疗伤和恢复来说 有着很好的作用 刚开始运行的时候 因为霍宇浩体内几乎没有魂力残余 只有一年按照平时修炼的路线去感受 但是 不过三个周天之后 就开始有丝丝缕缕的魂力 从四肢百害中被压榨出来 在他的催动下开始运行了 有了魂力 一切自然就都不同 霍宇浩勉强让自己盘膝做好 宁神内势 全神贯注地运转起自己的魂力 玄天公魂力不只是恢复着他的力量 同时也滋润着他的身体 酸软的感觉伴随着魂力的运转好多了 霍宇浩没有看到的是 自己额头上那只生灵之眼 悄无声息地张开 充满生命气息的淡淡绿色 悄然浸润着他的身体 等他再从修炼中醒过来的时候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傍晚了 用力地舒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霍宇浩顿时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魂力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已经要接近于29级的门槛了 这固然是和他情修不坠有关 但更重要的还是在那生死之间 对于自身潜能的刺激 不过 这会儿他可顾不上高兴 担心的事情太多 跳下床 换了身衣服 甚至顾不上梳洗一下 就冲出了房门 霍宇浩下意识地就想去王东房间 但他很快意识到 还有更重要的事 所以就直接敲响了王岩的房门 门开 当霍宇浩看到王岩时 发现王老师眼圈发黑 脸上竟是眷容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王老师 您这是 宇浩 你没事了 身体状况怎么样 看到是他 王岩明显精神一阵 霍宇浩急忙问道 王老师 我姐姐他怎么样了 他拿黑色火焰 王岩眉头顿时皱紧 沉生道 很麻烦 昨天比赛结束 我们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回来后 玄老就开始帮小桃 压制体内的黑色火焰了 那黑色火焰的整体力量 虽然还远远不能和玄老相比 却急剧任性 玄老几次将他压制住 但他却又立刻钻出 小桃的神智始终不太清醒 这次的麻烦 确实是相当不小 等领奖之后 我们要立刻赶回学院 用学院的资源 为他治疗 你先进来吧 一边说着 王岩将霍宇浩 让到房间之中 王岩的房间很有些凌乱 窗帘还拉着 显然在霍宇浩到来之前 他正在休息 他也实在是太疲倦了 身为本次大赛的带队老师 他承受的压力 其实比任何人都大 在最终获得冠军的兴奋之后 他紧绷的心弦放松之后 立刻就觉得自己的身体 都要崩溃了似的 回来勉强处理了些事情 就倒在床上昏睡不醒 期间几次勉强爬起来 还是为了担心学员们的状况 这也是为什么 他现在的样子 如此疲惫的缘故了 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他是很难恢复到最佳状态的 不过 这一次的经历 对王岩来说 也同样十分宝贵 无论是经验 心态 还有其他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 都令他更加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王岩让霍宇浩坐下 倒了杯水给他 说 你自己的身体已经没事了吧 霍宇浩也不客气 一口将杯中水喝光 说 我已经没事了 先前只是透支而已 王老师 姐姐的武魂 会不会因为变异而变成邪武魂 可以说 众人之中 对马小桃的邪火凤凰武魂 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但原来 凤凰火焰中的邪恶气息 虽然明显 却始终被凤凰之火压制 可那天 马小桃武魂变异 在比赛台上大发神威的时候 霍宇浩却已经感觉不到 凤凰火焰的那份高节了 剩余的只有绝望与暴力 这显然 不是一名正常魂师的武魂 所应该拥有的 王岩脸上竟是沉痛之色 如果不能完全压制 他那黑色火焰的话 很可能会让他朝着邪魂师的方向发展 而且还将是极其强大的邪魂师 玄老说 那凤凰火焰变异成黑色之后 小桃的魂力直接就冲破了七十几 等他获得第七魂魂之后 恐怕还会进一步的提升 至于能够提升多少 玄老也说不清楚 但小桃成为邪魂师 却是我们绝不能看到的 他的神志都会被那股邪恶的黑暗意念所吞噬 到了那时候 他就不再是原来的马小桃 而是邪恶的黑凤凰了霍宇浩吃惊地说 那可怎么猜好 姐姐他 王妍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说 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想到好办法 只有回到学院后再看情况了 玄老已经带着小桃先回学院了 然后他会再回来接我们霍宇浩一听 马小桃已经返回学院 顿时松了口气 对于学院他有着莫大的信心 只是有些奇怪地问道 王老师 为什么我们还要玄老来接 我们自己回去不行吗 大家的伤势似乎并不算太严重 把王妍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说 于浩 这次回去之后 你恐怕有一段时间不能离开学院了 甚至放假也不能轻易离开 获得了本届大赛的冠军 你们每一个人都太耀眼了 很容易被人盯上 万一有人要对你们不利怎么办 学院不能不谨慎 难道你忘了上次本体宗的事 霍宇浩瞪大了眼睛 您是说 有人会 王妍点了点头 说 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只要有玄老在 相信那些萧小也不敢轻举妄动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世界的阴暗面 你们如此年纪就已经这么的优秀 那么 十年 二十年后呢 和我们敌对的人 绝不希望看到你们能够成长到威胁他们的时候 霍宇浩眉头微皱 他年纪不大 但心态却要比同龄人沉稳得多 王妍这么一说 他就已经有些明白了 王老师 王东怎么样了 王妍说 情况还算稳定 和你一样 也是身体透支了 最后一场 你们拼尽了全力 坦白说 你们两个的四五魂融合剂震惊了每一个人 这也是咱们斗罗大陆自从有魂师的历史以来 第一次出现有两名双生五魂魂师能够施展四五魂融合剂的情况 正因如此 你们一定要更注意安全 行了 你去看看他吧 想吃什么就直接让酒店送 千万不要离开酒店 你现在可是大明星了 说到最后 他脸上已经净视欣慰的笑容 看住霍宇浩 就像是看住自己的孩子似的 霍宇浩一直都是有王东房间钥匙的 就像王东也会随时进出他的房间一样 打开房门 霍宇浩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之中 王东依旧沉睡着 整个人都被暖暖的棉被所覆盖 只露出了略显苍白的面容 粉蓝色的短发略显凌乱地搭在枕头上 英俊的面旁线条看上去更加柔和了 霍宇浩在他床边坐了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 忍不住抬手在他脸上捏了捏 低下头 接近到他面前 喃喃地说 真的很像啊 是啊 无论是头发的颜色还是脸不轮廓 王东都和那天降临的角色少女极为相像 只不过他略显置气 远远没有那少女的风韵 霍宇浩因为低着头 仔细看着王东的面旁 距离他极近 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觉到 旁服有柔软的毛刷 扶过自己面旁似的 一双湛蓝的大眼睛 就出现在他眼前 那长而卷翘的睫毛 因为轻微的碰触而抖动住 啊 你醒了 霍宇浩吓了一跳 赶忙直起腰来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近距离被那双大眼睛注视的时候 他的心跳瞬间就变得剧烈起来 王东没好气地看住他 你敢捏我的脸 你等住 霍宇浩哭笑不得地说 你刚才就行了 那我进来你怎么不吭声 王东哼了一声 说 我为什么要吭声 就是想看看你这家伙要干什么 果然 被我发现了 哼 霍宇浩呵呵一笑 说 发现就发现呗 王东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虚弱 一点力气都用不出来啊 虽然王东已经醒了 但他的声音却是有气无力的 显然和霍宇浩刚刚从沉睡中 清醒过来的时候差不多 王东翻了个白眼 说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健壮得跟头牛似的吗 霍宇浩却嘿嘿坏笑说 虚弱住也好 我就捏你脸了 怎么住吧 一边说着 他这次两只手一起上去 将王东那极具弹性的小脸捏扁 然后还轻轻地扭动了两下 王东那英俊的面旁 顿时被他捏得奇形怪状 连嘴都不自觉地嘟了起来 你你混蛋 含混不清的声音 从王东口中发出 霍宇浩松开捏着他面颊的手 再拍拍他的额头 说 都虚弱成这样了 还不乖一点 哈哈 这种感觉真是很不错 王东气的脸上一阵发红 怒视霍宇浩 可在他眼底深处 却不自觉地闪过一丝轻松的笑容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结束了 他们终于守住了史莱克的荣耀 并且成为了决定性一战的最终决胜者 激烈的比赛过去了 他们的心情又怎能不轻松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 霍宇浩才会有眼前这些动作 霍宇浩看住他也在微笑 却渐渐敏紧了嘴唇 王东 我们是最棒的 对不对 看住他的眼睛 王东愣了愣 脸上的愤怒之色消失了 轻轻地向他点了下头 对 我们是最棒的 我们是冠军 霍宇浩笑了 笑得很灿烂 但眼中却是泪光泛起 他猛地弯下腰 趴在王东身上 紧紧地搂住他 谢谢你 王东 王东有些发呆 他能感觉到此时霍宇浩 那突然变得激动起来的情绪 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但他的手臂 却从被子里缓缓伸出 虽然无力 但终究还是搂住了霍宇浩的背 霍宇浩难难地说 从我离开公爵府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发誓 总有一天 我会回去 会去为母亲报仇 我要比他们都强 要让他们为我们母子十余年 所承受的痛苦付出代价 甚至要断绝了公爵府的血脉传承 那时的我 根本不知道这个想法有多没幼稚 在星斗大森林中 我遇到了大师兄和小雅老师 进入了咱们史莱克学院 那时我才明白我有多么弱小 我拼命地努力 就是为了实现心中的那份执念 可是 学得越多 我才越明白 自己想要完成那份执念 是多么的不现实 和公爵府的力量比起来 我只是一个弱小的孤儿 我根本就无法威胁到他们半分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心中甚至充满了绝望 我认为自己这一生 都不可能有机会了 是你和大家 让我渐渐感觉到了温暖 我真的好幸运 幸运地遇到了小雅老师和大师兄 更幸运地能够遇见你 是你们让我进入了史莱克这个大家庭 是你们让我感受到了小时候 从没有过的温暖与友情 我们携手相伴 来到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 并且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从这一刻开始 我突然发现 一切的不可能或许都能通过努力而变得可能 王东 谢谢你 你给了我勇气 帮我变得强大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最好的兄弟 听着霍与号哽咽中的倾诉 王东的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柔和 就连他的手臂似乎也有了几分力量 将霍与号搂紧了几分 两人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 足足数分钟没有变化 而王东枕头的一侧 已经被霍与号情感释放的泪水打湿了 喂 你快压死我了 好半天 王东才挤出这么一句话 霍与号下意识地瞬间弹起 看到的 却是王东的一脸微笑 看住他那英俊的小脸 霍与号忍不住又抬手在他脸上捏了捏 王东 你说你要是个女孩子该多好 就像那天咱们施展光之霓裳时 所幻化出的那样霍与号说道 王东脸上一红 说 就算我是女孩子 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霍与号脸上依旧挂着几滴泪水 自己也不觉得 呵呵笑道 当然有关系了 那我一定会死皮赖脸地缠住你 徐大哥说过 好女怕蝉狼 她早晚会追到江南南的 对了 你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姐姐 妹妹之类的 以后介绍给我好了 肥水不留外人甜嘛 便宜外人 不如便宜自己人 呸 王东的脸变得更红了几分 却别过头去不看霍与号 霍与号以为他生气了 赶忙说 我开玩笑而已 你别当真啊 王东猛地扭过头来 什么叫别当真 话说出口了 就不许收回了 我告诉你 我真有个姐姐啊 霍与号目瞪口呆地看住她 真的假的 王东认真地说 当然是真的 我有个双胞胎姐姐 她就比我早出生一个时辰而已 你要是想认识她的话 以后介绍给你 她现在在另一所学院学习呢 因为姐姐是女孩子 又长得太美 家里人不放心 她离家太远 不过 姐姐的武魂和我一样 咱们史莱克学院又有优秀人才 可以参与那院考核的规则 说不定 等过几年 咱们参加那院考核的时候 姐姐也会来呢 到时候介绍给你认识吧 霍与号吃惊地看住王东 双胞胎姐姐 那这么说 她和你长得一样啊 王东白了她一眼 说 废话 长得不像那还是双胞胎吗 我相信 等姐姐长大了以后 一定跟咱们那天 施展光之霓裳时的样子 差不多呢 怎么样 心动了吧 以后好好听我的话 我就考虑 考虑把姐姐介绍给你 霍与号呵呵一笑 却摇了摇头 说 算了吧 你姐姐那么美的话 怎么会看上我呢 我刚才真的只是开玩笑而已 不过 那天咱们施展的光之霓裳 确实是太美了 王东美好气地说 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 难道你以为自己现在还差吗 双胜五魂 极致五魂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冠军成员 而且还是主力 在同龄人中 你比谁差 当然 我除外 和我比你还是差一些的 霍与号愣了一下 是啊 我比谁差 心中向自己发出这个疑问之后 他发现 竟然很难找到答案 别傻呆住了 赶快帮我恢复一下 你有没有人性啊 就知道欺负我 还不赶紧帮我恢复力量 王东一脸怨愤地说道 哦 哦 好 霍与号赶忙抓住他的双手 缓缓地将自己的玄天弓魂力 注入到王东体内 王东的透支同样严重 但他的经脉也同样坚韧 同样没有出现任何破损的迹象 玄天弓魂力的滋润效果极好 再加上霍与号魂力中蕴含的蓬勃生机 很快就帮王东恢复出了魂力 并且组成浩东之力流淌运转起来 两人齐心协力 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 当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之后 王东魂力禁赋 总算是脱离了虚弱的状态 长出口气 霍与号松开王东的双手 好了 这下舒服了吧 今天咱们就别修炼了 都好好休息休息 走吧 咱们去吃点东西 王东猛然做起 双手快如闪电般 一把捏住霍与号的脸颊 扭了又扭 脸上满是促霞之色 霍与号居然也不反抗 任由他捏着 你报复心理真强 王东瞪大了眼睛 手上加了几分力气 还说我报复心理强 不知道是谁先犯坏的 就捏你霍与号痛叫道 我可没这么用力 你再不放手 我可要还击了 一边说着 他的双手已经迅速向王东腋下探去 不要 王东大笑出声 已经完全恢复的二人 顿时在房中笑闹起来 史莱克学院 海神道 海神阁 近视 马小桃静静地躺在一张 通体阴白光润的大床上 原本不断冒出体外的黑色火焰 已经不见了 但他的脸色却依旧十分苍白 面旁上甚至不时有一层黑气闪过 一层金色光罩笼罩着这张大床 看上去 马小桃竟然像是被封印在其中似的 床边 静静地站着两个人 左侧的正是史莱克学院武魂系院长颜少哲 而站在他身边的 却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 老者似乎根本直不起腰 虽然是站在那里 但腰部却几乎攻成了九十度 双手拄着一根拐杖 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颜少哲脸色凝重地看住床上的马小桃 陈生说 老师 虽然现在我们用万载悬兵床 加上您的光明之力 封印住了小桃体内的黑凤凰火焰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那黑凤凰火焰极其霸道 一旦被其冲破束缚 恐怕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小桃的神志也 那勾搂着身体的老者 赫然正是史莱克学院海神阁阁主 也是真正的史莱克学院第一强者 穆朗 难怪他平时都躺在躺椅之上 原来竟是因为身有暗疾 连腰都无法停滞 谁能想象得到 就是这样一位丰烛残年的老者 居然拥有着 还要超越滔贴窦罗的实力 更有着崇高的辈分 穆朗说 你说得不错 这黑凤凰火焰 哪怕是我也是生平井剑 玄子拿回来的那柄剑 我看过了 好一柄审判之剑 居然能够将任何魂力 任意转化为光明与黑暗的力量 我对魂倒期的估计已经很高 没想到日月帝国在这方面的发展 依旧超出了我的想象 小桃的武魂之所以出现变异 是因为那审判之剑上的黑暗能量 进入他的身体之中 引发了被压制的邪恶气息 两者相辅相成 瞬间在他体内取得了主导地位 小桃凭极住坚韧的意志与其抗争 争夺身体的掌控权 尽管那黑暗与邪恶融合之后的意念 十分强大 但他身体之中毕竟是以火为主 两者在瞬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小桃这孩子真是坚强 他是宁哲不安的性格 我甚至能够想象得到 在二者碰撞时 他那玉石俱焚的心态 在明显不敌的情况下 居然逼迫着那黑暗与邪恶的力量妥协 不敢与他硬碰 而是直接融入到他的凤凰火焰之中 想要将他同化 小桃也就是集中那一遍的时间 顽强出手 获得了那场比赛的胜利 有一点你说的对 压制得越厉害 反弹时也就越强烈 那邪恶意念与黑暗之力 融入了凤凰火焰后 开始疯狂地引起变异 具体情况我也猜不出 但结果却并不完全是坏的 听木老说到这里 严少哲不禁惊讶地说 老师 这还不坏吗 如果不是我们控制住小桃 恐怕他就要成为一名邪魂师了 木老歪过头 瞥了他一眼 周梅说 你也是快要百岁的人了 怎么还做不到处便不惊 你的其他方面都是好的 但是 性格却有所缺陷 否则我也不会让林儿制约你的权利了 严少哲心中意领 恭敬地说 是 老师 我错了木老淡淡地说 你要真的知错才好 浴室要冷静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没错 小桃的凤凰火焰受到了全面污染 已经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将其中的一种能量压制了 但是 那邪恶与黑暗的能量 也彻底将他凤凰火焰中的本源之力 激发了出来 否则 这黑色火焰为何会那么强大 严少哲本身也是顶级强者 拥有着超级斗罗的修为 更是一声静音于武魂之中 听木老这么一说 他顿时有些明白了 老师 您的意思是 小桃的邪火凤凰五魂 已经伴随着变异进化了 木老汉手说 没错 不但进化了 而且进化得很彻底 除了自身不能控制之外 我可以说 他的火焰已经是当今天下最强的火 那就是 极致之火 凤凰的火焰 本来就是极致之火 只不过小桃因为原本体内的邪恶气息 导致火焰并不纯净 他这一脉也一直都有着这样的问题 这次武魂变异 却将他凤凰本源血脉的力量激发了出来 虽然变异成了黑凤凰 但力量也是空前强大 如果小桃现在是清醒状态 以他刚刚进入七环的实力 就有可能与普通的封号斗罗抗衡了 严少者眼中光芒连闪 极致之火 竟然是极致之火 可是 小桃现在的状态 却根本控制不了这极致之火啊 木老叹息道 所以说事情都有两面性 我们现在只能将他封印在这里 否则 一旦让他失去控制 他将很可能成为 斗罗大陆历史上最强大的邪魂师 一旦他的修为冲高到 封号斗罗以上级别 再想压制他就太难了 邪魂师的成长速度 一向都是极其可怕的 严少者一脸担忧地说 可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能感受到他体内的黑凤凰火焰 一直都在成长 总有我们压制不住的一天 难道 那天来临时真的要 木老摇了摇头 说 你也别太着急了 他眼前的情况 也并不是完全没办法解决 只不过不是现在 严少哲愣了一下 老师 您有办法 木老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严少哲听得连连点头 脸上也渐渐释然 原来如此 也只能这样了 这个坏人到时候就由我来做吧 也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木老说 那些孩子们都快回来了 真没想到 他们竟然能够平起 远不如对手的阵容 保住了史莱克的这份荣耀 他们的成就 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 经此一役 他们上升的空间将完全打开 他们为学院付出了这么多 学院也绝不会吝啬 严少哲眼中流露着明显的激动之色 老师您放心 就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计划 对他们进行奖励 等王妍回来 详述此次比赛的过程 我会将他们整个比赛的过程 详细寄入院室 并给予他们那份前所未有的奖励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已经全部结束了 新罗城也渐渐恢复了平静 最终的颁奖仪式没有对外 也并不隆重 但奖品却是丝毫都不逊色 作为亚军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在比赛第二天就由带队老师代表领奖后 立刻离开了新罗城 返回日月帝国去了 而史莱克学院这边为了等待选老 又多留了一天 而他们的奖品 除了金魂币之外 足有多达四块魂骨 除了冠军英德的三块魂骨之外 还有额外的兵壁 歇左臂骨 新罗帝国皇帝许家伟 本来是想要邀请选老 进入皇家宝库选择的 却被选老拒绝了 他老人家作为对外的史莱克学院 第一强者 不愿和新罗帝国牵扯上太多的关系 最终还是王延代表学院进行选择 他对于队员足够了解 对于魂骨的辨别能力 也绝不在选老之下 最终选择的结果 令那位皇帝陛下大感肉疼 但也毫无办法 三块魂骨的价值 已经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之所以每一届要换主办国 这份奖励的压力也有一定关系 要知道 四强都是有奖励的 但魂骨奖励却只有冠军三块 亚军一块 魂骨是死物 只有被魂师吸收 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因此 无论是国家还是宗门 得到魂骨之后 几乎都是直接给嫡系优秀人才使用 魂骨和魂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一旦魂师生死 魂骨还是会留存下来的 并不像魂环那样消失 魂师这个职业诞生已经有数万年的时间了 魂骨固然有所积累 但相比于魂师的技术来说 却依旧远远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 伴随着魂师界对魂骨的研究 渐渐开发出了合成魂骨的方法 这就令魂骨变得更加紧俏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魂倒器发展过于迅猛 如果没有日月大陆与斗罗大陆的碰撞 恐怕现在的斗罗大陆 最高端的研究 就是魂骨合成了 所谓魂骨合成 就是用几块彼此有所关联的魂骨 通过特殊方式合成在一起 变成一块崭新的魂骨 合成后的魂骨 有很大几率未能提升 但也同样有接近一半的几率就此破损 由于魂骨过于珍贵 合成的方法现在虽然已经有了 但真正胆敢去尝试的人 却少之又少 像霍宇浩在融合冰地驱干骨的时候 借助了密法魂骨 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合成 只不过因为冰地的驱干骨能量太强 又是在冰地自己直接的控制之下 根本没有合成失败的可能 玄老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在新罗城和史莱克学院之间 往返了一趟 他没让王岩直接将四块魂骨分配下去 而是先支付了史莱克战队 在星光拍卖场的花响 然后立刻下令 让所有人收拾行装 返回史莱克学院 只有回到学院 他的心才能完全踏实下来 霍宇浩 王东的透支已经完全恢复了 贝贝 林洛臣和戴药横解读后也没什么大问题 江南南的伤势不轻 还在恢复中 受伤最重的是徐三石 足足昏迷了两天才醒过来 但人却虚弱地连说话都困难 需要长时间休养 玄老从史莱克学院回来 也带回了足够多的飞行魂倒器 和上次飞行一样 所有人都由他亲自带住 其中伤势未遇的徐三石和江南南 则由他释放魂力保护 其他人则和当初离开史莱克学院时一样 借助飞行魂倒器一同飞行 在领奖后的第二天清晨 史莱克学院众人换了普通的服装 也没惊动新罗帝国官方 悄悄地出了新罗城 直飞史莱克学院而去 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来时的忐忑 已经完全变成了骄傲与荣耀 第182章 海神阁之光明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明德堂 这是一座宽阔的厅堂 整个大厅内的装潢 竟然全都是金属风格的 以淡金色调为主 并不奢华 却充满质感 一方匾额高悬于厅堂入口上方 暗金色的大字 有种威慑群伦的感觉 明德堂 起来把大厅内侧正中的椅子上 端坐一人 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的年纪 身材不高 却很宽阔 用最简单的话来形容 就是矮胖 矮胖的身形 无疑是不适合长发的 可他却偏偏留了一头长发 棕红色的发丝披散在脑后 更让他那短促的脖子 有些看不清了 在他身前 有一人匍匐在地 此时如获大赦般站起 堂主 这次我带队不利 请您责罚站起来 才能看清此人的相貌 可不正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那位最终带领学员们 参加决赛的带队老师吗 只不过 现在他的脸上 却满是诚惶诚恐之色 似乎是心中已经怕到了极点 从他的称呼上就能看出 那矮胖的中年人 居然就是赫赫有名的明德堂堂主 也就是孝红尘和孟红尘的祖父 单从外表 却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 你也没有什么错 很多时候 是有凑巧也并非你一个人能够掌控的 而且 这次虽然死了几人 但你们的收获也还算不小 至于审判之见 我会亲自去一趟史莱克学院的 总不能让他落在对方手中 本届大赛的结局虽然令人失望 不过 老夫也不屑于在史莱克学院 自身出现问题的时候 站上他们明德堂主的宽容 另带对老师有些震惊 在他的记忆中 这位堂主的脾气可不是这样的 抬头悄然看去 发现明德堂主肥胖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微笑 似乎真的没有生气 多谢堂主带对老师 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明德堂主的心情似乎很好 你知道这次你们的收获 让我最满意的是什么吗 带对老师试探着说 是那个十万年浑兽化人胚胎吗 明德堂主摇了摇头 说 不 那个虽然是收获 但我们也付出了大量的财富 只能说是对等交换 当然 那个胚胎落入我手中 和落入别人手中的意义 又不一样 但也同样带给我们不少麻烦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三拨人 想要潜入我明德堂 偷东西了 这就是怀必其罪的道理 而且 还有那风神台 虽然在九级混导期之中 风神台算不了什么 但也确实是需要 九级混导师的实力 才能制作 我倒是很想知道 在咱们日月帝国的九级混导师之中 是谁得到了这件质宝后 卖给辛罗帝国 而不是交给我明德堂的 说到后面这句话的时候 明德堂主眼中胸光闪烁 吓得那位带队老师 赶忙又跪伏在地上 继续猜 明德堂主淡淡的道 那那是 带队老师额头上 又开始冒汗了 是我们带回来 关于史莱克学院 那些学员的情况吗 明德堂主说 这可以算是一个方面 三个双生武魂 史莱克学院真是好大的手笔 而且还有一个极致武魂 本来史莱克学院已经答应了 和我们进行学员交流 但昨天却传来消息 说是因为史莱克学院内部原因 这份交流学习要推后进行 至于推后多久 他们还要经过研究决定 看来 他们是怕我们对那些学员下手啊 不得不说 在寻觅魂师人才这方面 全大陆确实是没有谁 能超越这史莱克的 真是有些可惜了 但是 这还不是你们此行最大的成就 带队老师有些茫然了 不解地看向明德堂主 明德堂主缓缓站起身 他的身高还不到一米五 但腰围却绝对超过一米五 双手背在身后 有金丝纹路的黑色长袍 遮盖住他圆滚滚的肚子 缓步走到带队老师面前 突然抬起一脚 将带队老师踹了的跟头 本堂主之所以不杀你 是因为你让笑和梦这两个小家伙 在这次比赛中感受到了危机 知道应该沉淀了 回来以后就主动要求闭关 这才是你们此行最大的收获 滚吧 至少在短时间内别让我看到你 否则 我一定会记起死去的那几个孩子 让你下去给他们陪葬 是是 带队老师不怒烦喜 他知道 自己这条命总算是保下来了 他根本就没有起身 而是就那么躺在地上 真的滚了出去 看住他滚走的样子 明德堂主皱了皱眉 饕贴斗罗竟然亲自前往新罗城压阵 好啊 五年之后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到时候 我倒要看看 你这只饕贴 能否压得住我我这只蝉雏 哼 说完这句话 他转身向后躺走去 穿过大厅 在一处有着金属雕刻的墙壁前停下脚步 只见他胸前光芒一闪 一个奇异的金色符纹就像是从他胸口处飞出去了似的 烙印在面前的墙壁之上 顿时 整个墙壁 彭扶都活了过来 伴随着轻微的激阔声响 两侧裂开 隐约中 似乎有几位恐怖的能量波动 在这墙壁裂开的时候 一闪而逝 而明德堂主却是无动于衷 昂首阔步而入 明德堂主走进裂缝 墙壁自然合拢 十分钟后 明德堂主已经来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窗户的进室之中 这间进室的布置也依旧是全部的金属 无论是房顶 地面还是四周的墙壁 全都铺满了金属雕刻 如果有魂导师在这里就能看出 这些金属雕刻居然都是类似于核心法阵的存在 不但十分复杂 更有种瑰丽的感觉 进室中心 有一根正方形的金属柱树立 金属柱大约有一米五高 上面放着一件东西 那是一个木质的托 上面镶嵌住至少百余颗各色宝石 在这个不大的木托之上 一团气流在那里轻微地波动着 这团气流呈现为白色 柔和的白色如同气流 却因因有些形状若隐若现 却很难通过视觉直接感受到它的神奇之处 这团气流却是凝而不散 隐隐地左冲右突 想要冲出重围似的 而它下面那个木托 却在它冲击的过程中 不断散发着一层淡金色的光照 将它笼罩在内 令其无法突破 没错 这个木托正是当初在星光拍卖场顶级拍卖会上的最终大轴拍品 风神台 而它封印住的也正是一个十万年浑兽胚胎 静静地站在风神台前 明德堂主双眼微眯 他竟然直接向那风神台中封印住的十万年浑兽胚胎开口说话了 我能感受得到 你的力量很强大 通过各种实验 已经渐渐证明了我的猜想 你并不是一只普通的十万年浑兽 如果谁在得到你之后 想要直接将你吸收化为浑环 浑骨 那么 它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因为 我能感觉得到 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想要将你的力量吸收恐怕都十分困难 甚至有可能会遭受到反噬 对吗 那团白色气流 竟然真的像是在倾听明德堂主的声音似的 居然安静了下来 在淡淡的白色雾气之中 一个小小的人形若隐若现 形态如同人类的婴儿 所以 我相信我的猜测 是正确的明德堂主笑音音地说 星罗帝国那个星光大拍卖场的背景 我很清楚 星罗帝国皇室 他们把你拿出来拍卖 无非是为了给我制造麻烦 让本堂主去思考 这封神台是谁的作品 同时 在利用怀避其罪的道理 引诱大陆各方强者 来攻击我明德堂 这又有什么呢 让他们来好了 反倒是对我明德堂防御能力的一个检验 明德堂的弟子们 本就不应该过得太过安逸 不是嘛 可惜 星罗帝国犯了的大错 就是他们没有看清你真正的实力 所以说 其实真正占了便宜的 是本堂主猜对 你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十万年魂兽 而是一只没能冲破瓶颈 修为至少也在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年的魂兽 对不对 甚至你有可能都不是第一次冲击 属于你们魂兽世界的那个瓶颈了 只不过最终没有成功 我很好奇的是 按照我们人类对你们的了解 魂兽似乎只有在十万年的时候 才有一次选择重修成人的机会 可为什么 你却是在突破巅峰为成功之时 依旧能这么做呢 这真是让我十分的好奇 放心吧 在我这里 你一定会被物尽其用的 我会好好地研究你 将你的每一分力量全都压榨出来 这才能不辜负你那至少接近二十万年的修为 真是太好了 说不定 我还能帮你一把 让你的整体力量先突破那个瓶颈 提升到超级魂兽的程度 然后再将你的力量剥离出来 对于魂兽来说 想要吸收你的力量很难 但对于本堂主来说 却也并不是没有办法的 可惜得很 本堂主已经九环其倍 所以 只能将你的力量给我那个天才孙子 以后大家总是一家人 明德堂主的眼神很温柔 就像是在对自己的孩子说话似的 温柔中带着几分慈祥 噗 白色雾气突然猛然撞击了一下风神台的金色光照 隐约中 似乎有一声尖叫 在明德堂主精神世界中响起 明德堂主脸上微笑不变 其实你该觉得庆幸 因为能够让本堂主也要如此真实的宝物 实在是太少了 你知道当一个人达到巅峰的时候 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吗 那就是缺乏幸福感 但在你身上 我却有了这种感觉 而且我相信这份幸福感还会伴随我一段不短的时间 史莱克学院正门 此时已经接近正午 还是上课时间 史莱克学院门口显得十分安静 平日里会聚集在这里的小伤犯们今天却都没有出现 巨大的门楼前站住五个人 站在最前面的 赫然正是史莱克学院五魂系院长颜绍者和魂导系院长仙灵儿 他们后面的三人分别是五魂系副院长蔡梅儿 魂导系副院长钱多多以及魂导系核心教师 也是霍宇浩的导师藩宇 四大院长旗帜 再加上一个已经铁定会成为魂导系副院长的藩宇 这样的阵容不可谓不庞大 却并没有其他老师的陪同 他们都微微仰头 看向远处的天空 静静地等待着 终于远处天空中 那一道道细微如黑点的身影渐渐清晰了 就在他们的目光注视之下徐徐下降 他们回来了严少者脸上顿时流露出了微笑 仙灵儿却已经迈出一步 终于回来了她的眼眸之中流露着明显的兴奋 也出奇地没有像往常那样 无论何时都和严少者针锋相对 是的 他们五个人就是在迎接 迎接史莱克学院的英雄们归来 一道道身影飘然落地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不休蝙蝠的玄老 玄老大手一挥 两张担架被后面落下的人接住 担架上 徐三时依旧处于昏迷之中 江南南却是清醒的 此时的她 在看到那巨大门口上的 史莱克学院五个字时 不由地激动地落下泪来 尽管离开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但这两个月以来 他们却都经历得太多 太多了 贝贝和戴耀恒接住了徐三时的担架 而后面的霍宇浩和王东 则接住了江南南的担架 每个人眼中 无不闪烁着激动的神色 尤其是年纪小的几个人 也同样是泪光影线 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 他们保住了史莱克的荣耀 而此时此刻 他们终于回来了 终于又看到了那熟悉的大门 孩子们 欢迎回家 严少者五人大步上前 迎了过去 一边说着 五人先向玄老行礼 然后就来到了再与归来的史莱克 站队众人面前 严少者和蔡梅尔还好些 勉强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但后面的番语却已经忍不住了 快步冲上去 一手一个 分别拉过和菜头和霍雨号 仔细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宝贝徒弟 在确认他们都是完整之后 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和菜头哽咽着说 老师 我们没给您丢人 没给咱们史莱克丢人番语看看他 再看看另一边 已经泪流满面的霍雨号 用力地将他们搂入怀中 傻孩子 老师根本不怕你们丢人 老师只希望你们平安归来啊 这段时日 对番语来说实在是太煎熬了 否则按道理 他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毕竟 他还不是魂倒戏的副院长 自从政选队员那几人重创归来后 番语的心就没有一天平静过 尤其是在木老决定 就让史莱克战队以残阵出战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后 他心中更是忐忑 他很清楚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可并不是绝对安全的比赛 几乎历届都有伤亡出现 他一共就两个敌传弟子啊 番语和周一到现在都没孩子 他早已江河菜头 霍宇浩荡成了自己的孩子看待 有几次他都想要前往新罗城 却被钱多多拦住了 此时 两个弟子终于回来了 番语又怎能不高兴呢 一时间 这位往日的铁汉 泪水也是控制不住的流淌而下 四大院长先后与众人握手 然后亲自引领着他们回归学院之中 一条小船早已等在了海神湖畔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些惊讶地看住众位院长 严少哲微微一笑 说 你们为学院付出了那么多 以残阵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并且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这份功绩将永远地记录在史莱克学院的历史之中 经海神阁会议决定 你们的奖励将在海神岛上的海神阁发放或余号 王东他们不知道海神阁是什么地方 但戴药衡 林洛臣却很清楚啊 顿时大吃一惊 海神阁不但是史莱克学院的最高意识之地 同时也是史莱克学院的真正藏宝库 所有属于学院的机密都在那里 平日里 除了海神阁素佬以及四大院长之外 是没有人能够进入那里的 能够进入海神阁 这可是一份了不得的荣耀 至少戴药衡和林洛臣都没听说过 曾经有哪位学员被允许进入过 哪怕是上一届代表学院 获得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冠军的学长们 也同样如此 众人纷纷上船 颜绍哲亲自检查了一下徐三石的身体状况 当下表示 要留他和江南南在海神岛上疗伤 霍宇浩虽然也听说过海神阁 但对海神阁确实没有太多的概念 但即将登上海神岛 他的心情依旧是紧张而兴奋的 海神岛上 可是有着号称全大陆最强魂师摇篮之称的 史莱克学院那院啊 他和王东 肖肖以这样的年纪就能登上海神岛 实在太让他们兴奋了 海神湖的面积很大 比史莱克学院剩余所有地方加在一起 还要大上许多 船行一刻多钟 穿过水雾 他们才渐渐看清这座岛屿的样子 海神岛看上去只有大约两平方公里的样子 上面并不平坦 反而是一座小山般的样子 各种亭台楼阁修建齐上 这些平日里都隐藏于雾气中 若隐若现的建筑 真实地出现在外院弟子们眼前时 他们眼中的激动之色不禁更加强盛了几分 尽管这一切都是陌生的 但对他们来说也同样是传奇的 严少哲并没有让人先将徐三石台去休息 而是带着他们沿着一条石板小路向海神岛伸出行去 海神岛上十分安静 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生活在这里 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安逸 庞若世外桃源一般 隐藏于各种高大植被中的亭台楼阁 秀美而雅致 虽然只是第一次来 但霍宇浩却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这里的植被几乎至少都有上千年的历史 有些大树甚至高达百米 走在小径之间 不但空气清新 更是将众人的视线遮挡住 大有几分不实真面目 紫园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时间不长 他们已经循着小路来到了接近山顶的位置 一座楼阁随之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 那是一栋三层小楼 楼体本身呈褐色 全木质 古朴中带着几分沧桑 如果仔细看 又能发现 这小楼本体的木材上 有一种近似于油脂般的光泽 三层小楼一共也就十米高的样子 毫无恢弘 雄伟的感觉 但是 就在其一层入口的正上方 却有一块黑色的匾额悬挂齐上 三个烫金大字标示着他的身份 海神阁 看到这三个大字 众人不禁都有种肃穆的感觉 按照距离来计算 海神阁所在之地不但接近山顶 同时也是整个海神岛中心的位置 颜绍哲在海神阁门前停下脚步 转过身 面带微笑地看向史莱克站队众人 我之所以没有让徐三世和江南南先去休息 就是希望他们也能拥有这次进入海神阁的经历 做出解释之后 他这才转身面向海神阁 攻身行礼 说 老师 他们回来了听到老师这两个字 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哪怕是身为内院弟子的戴要横和凌落尘脸上 也都是震撼之色 颜绍哲身为武魂系院长 在内院弟子们心中 地位也是十分崇高的 哪怕是玄老 因为本身职务的不同 在学员们眼里也不如他们这位颜院长重要 可他们却万万没想到 颜院长的老师居然还在世 都进来把苍老的声音响起 紧接住 令所有人无比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就在他们面前 前一瞬还完全不起眼的海神阁三层小楼 突然毫无预兆地亮了起来 灿烂的金色光芒瞬间绽放 令整座小楼完全变成了金色 就像是一座用纯金修建而成的楼阁一般 浓郁而柔和的金光飘然而落 将所有人全部笼罩其中 温暖 厚重的光明气息滋润着他们每个人的身体 因为赶路而带来的一身疲惫 居然在瞬间一扫而空 就连沉睡中的徐三时 也是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缓缓苏醒过来 感受最深的就要属王东了 王东全身都散发出通透的金色 与这骤然出现的金光交相辉映 尤其是他的左臂 完全变成了灿烂的金色 那纯粹的金色竟然有种鲜艳欲滴的感觉 沐浴在这金光之中 史莱克战队的队员们 也包括王妍 都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 而四位院长 藩宇 以及玄老却都悄无声息地 先走进了海神阁之中 并没有受到海神阁释放出的金光影响 贝贝的眼神有些奇异 隐约之间 他的魂力从体内释放出来 蓝紫色的雷电光芒消失了 若隐若现的金色光芒 有轻微的龙音声响起 闭上眼睛的每个人 都有着不同的感觉 霍宇浩的反应 虽然不像王东那么大 但他的震撼却是一点也不小 空气中的天地元气 明显变得浓郁了许多 他体内沉睡着的三大强者 竟然在同一时间全部清醒了过来 但是 这三大强者却都没有释放出自己的气息 甚至没有去和霍宇浩交流 只有伊莱克斯隐约传递给他一丝意念 告诉他 这股光明气息的拥有者十分强大 已经接近了他生前的修为 他和兵弟 天梦必须完全隐藏起来 否则就算他们是在霍宇浩体内 也有可能被这光明之力的主人发现 难道比玄老还强大吗 霍宇浩的心头一阵发紧 原本在他看来 玄老和几位院长就已经是最为强大的存在了 可现在看来 似乎学院的实力还不止如此 这位可是颜院长的老师啊 不过 他心中所产生的这些念头并没有持续太久 就消失了 在那浓郁而醇厚的光明气息之中 他就这么站住进入了入定状态 玄天宫悄然运转 每运转一周 他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直线提升 经过生灵之精的调节之后 他的身体承受能力比以前强得太多 尤其是生命力更是极其地充沛 沐浴在这浓浓的光明气息之中 甚至连他额头处的生灵之眼都有些发痒 在潜移默化地吸收着空气中的生命气息 玄天宫魂力欢畅淋漓的运转柱 浓郁的天地元气就像是直接灌入魂力中一般 霍宇浩的魂力本就已经达到了28级中段左右的实力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经向住29级的修为冲击了 庞浮只是过了一分钟 又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温暖的光明气息渐渐消失了 众人也先后从那奇妙的感觉中清醒过来 最先行转的就是修为最强的代药痕 他脸上也满是惊喜之色 到了他这个级别 魂力提升速度已经很慢了 想要提升一级十分困难 可就这么会儿功夫 他不但觉得自己的魂力有所提升 更重要的是 自身的魂力就像是被洗涤了一遍似的 变得更加精纯 这甚至要比直接提升修为更重要 霍宇浩之所以没出现这种感觉 那是因为他的魂力已经先后几次经过了这个过程 尤其是生灵之间的滋润与清理 作用最为显著 所以那光明之力作用在他体内时 就是纯粹的魂力提升了 戴药横之后 林洛晨 贝贝等人也先后行转了过来 清醒的徐三石脸色好看了许多 就像是消耗的元气被补充了过来似的 他眼神迷茫地看住前方那金光 渐渐隐去的三层小楼 喃喃地说 我这是在哪里 将喃喃的伤势本来就已经恢复了一些 经过这金光的治疗更是好了许多 主动从担架上下来 低头在徐三石耳边解释了几句 看住他 徐三石的目光有些发指 楠楠 你没事吧 将楠楠轻轻地摇了摇头 翘脸上的神情有些复杂 走吧 咱们先进去再说 抬住徐三石担架的贝贝说道 霍宇浩此时也清醒了过来 他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魂力已经一股作气 冲过了二十九级的关口 看看天色 似乎并没有过去太久 这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啊 刚刚的光明气息之中 本身就蕴含着浓郁的生命之力 这真的是魂师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吗 王东是最后一个行转的 不用问 从他脸上的神色霍宇浩就能看出 他也同样霍宇肥浅 左臂上的金色甚至依旧在闪烁 并没有迅速退去 全部行转后的众人 这才鱼贯走入海神阁之中 经过了刚刚的光之洗礼 这三层小楼在他们眼中变得无比威厄 以至于他们在进入其中时 甚至带着几分朝圣的心态 走进海神阁一层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古朴 看上去 这里无论是家具还是装饰 所有的材质 全都和海神阁本身这种奇特的木头 是一样的 宽阔的大厅中央 有一张长长的条桌 四位院长以及玄老 已经都已经坐在桌旁 而藩宇则站在仙灵儿 和前多多两位院长后面 显然 在这里是没有他们座位的 除了他们几人之外 长桌两旁还坐着一位老者 对于这些老者 霍宇浩他们大都是陌生的 只有内院的戴药横和林洛臣 才认识其中的几位 霍宇浩等人站在长桌前 不由的都有些紧张 但除了紧张之外 还有几分兴奋 这就是海神阁 眼前的诸位老者 应该就是学院最强大的力量了吧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四位院长 在这长桌上 只是敬陪莫座时 震撼的感觉 也就变得越发强烈了 颜绍哲微笑着说 孩子们 欢迎回来 无论你们是否听说过 我都要为你们解释一遍 海神阁 是学院的最高决议之处 海神阁会议 决定住学院未来的方向 在这里 除了我们四位院长之外 每一位都是学院的素楼 他们都为学院 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这次 你们以残缺的阵容 代表学院 获得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的冠军 整个过程 我们都已经听说了 今天让你们来到这里 就是将学院的一份心意 和对你们的奖励宣布 希望你们今后 能够再接再厉 不要因为眼前的成绩 而骄傲 众人赶忙向在座的 各位素楼 攻身行礼 令他们略微意外的是 颜绍哲并没有为他们 介绍在座的众位素楼 这倒不是 颜绍哲忘记了 而是海神阁的规矩 能够让霍宇浩 他们来到这里 已经是破例了 可以说 海神阁的一切 都是史莱克学院的核心秘密 非海神阁成员 是不能知道海神阁内 确切情况的 下面由我来宣布奖励 颜绍哲陈生说道 戴耀恒 林洛臣 弟子在戴耀恒和林洛臣 恭敬的行礼 颜绍哲陈生说 你们和马小桃 身为内院弟子 在执行监察任务时 未能维护好队友 导致队友受到重创 并且进而影响到 参与全大陆 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 击大过一次 戴耀恒和林洛臣 完全没想到 居然是这种结果 一时间都不惊 大惊失色 颜绍哲脸色一沉 说 怎么 你们有意义吗 马小桃 戴耀恒为团队中 主要的强攻系战魂师 强攻系的作用是什么 迎难而上 守护队友 你们做到了吗 林洛臣 你身为主控魂师 你可在那场战斗中 起到了足够的控制作用 如果不是霍宇浩 通过精神探测 发现不妙及时提醒 恐怕你们也未必 能完整地回来了吧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团队的损伤 在于你们全体的 大义与轻敌 身为史莱克学院 那院弟子 那是你们应该 体现出的战斗力吗 就算是外院学员 也知道狮子薄兔 易用权力的道理 可你们呢 戴耀衡和林洛臣 在严少哲的训斥之下 都不由地低下了头 面对严少哲的机威 本来他们就不敢反驳 更何况严院长 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严少哲的语气 缓和了几分 之后 你们随队参加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 在预备队表现极佳 给你们赢得了 充分养伤时间的基础上 你们发挥出了 足够的战斗力 最终帮助团队 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这份功劳 学院也同样记得 但身为内院弟子 又是参赛的正选队员 你们的奖励 自然要少一些 与前者功过相抵 大过不记录你们的档案 希望你们能够 吸取这次的教训 你们记住 生命是宝贵的 没有人能重来 谢谢院长 但要横河林洛臣 这才松了口气 如果处分 记录他们在史莱克学院的 档案之中 就将是他们一生的污点啊 内院弟子和外院弟子的区别 就在于 他们受到了学院 各种资源的倾斜 有着最好的师资力量之道 学院对他们的要求 自然也不能和外院弟子 同日而语 这也是为什么 严少哲说 同样作为冠军成员 他们的奖励 就要远不如预备队的 重要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